請看 邏輯有問題行 邏輯有問題行 那品牌有邏輯喔 來喔 畫家 第二條 又是你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上一陣子不是有一個 歌星 年紀很輕 朱莉靜 對 她勝過世了嘛對不對 因為我每次做活動 我很常主持到她 我就覺得她很可愛 她很可愛又很好聽 她又是剛回家卸完霜 脫著皮類的身體要去洗澡 怎麼看得到就 她說 覺得心好痠很痛啊 我就說 看到她的新聞 那我就說 怎麼好人不償命 禍害一千年 那下面就有人寫說 我說 妳好壞喔 妳說好壞耶 那妳要活千年 妳要八字有夠重啊妳啊 是不是 妳還想活千年 妳想當禍害 妳們兒都沒有 我喜歡學會子 我喜歡學會子 她剛才姐妳的邏輯很好耶 妳的邏輯好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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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倫喔 靖倫喔 我的喔 妳可不可以 妳可不可以 對 妳嘴不要唱歌 這個發生在最近 因為我上個月可能八月 我隔了七年 沒有在台灣的 這個舞台表演 就各唱 所以我就是有寫一些 我可能會要唱歌這樣子 歡迎大家來點歌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等待粉絲 有點什麼歌 我準備要把它寫在歌單裡面 就有一個人在留了 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她就說妳可不可以閉嘴 不要唱歌 這樣會比較有人緣 直接到妳那邊挑釁妳 就直接到我的粉專下面 就留著 這我就後來 我本來想要回南廳的話 然後我想了一想 不對 我不認識這個人 人家對我的形象也不好 我就想了一想之後 我就回她一個說 妳這樣 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講 妳如果這樣子講的話 妳比較沒人緣 妳這邏輯很清楚 有嗎 還好吧 我就想一個就是很客觀 但是又要有就是 罵到她 又要有罵到她的 還有很多沒有邏輯 譬如說她私訊我 就是說在媽之類的 我很喜歡妳 我就回答她說 謝謝 謝謝妳喜歡我之類的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聊 她家裡怎樣怎樣 沒有 我跟你講妳要習慣 沒有 我就OK 我就跟她小聊一下 覺得越來越不對勁 後來就不理她 不理她說在媽 為什麼都不理我 她開始罵妳 她開始罵妳 每天妳有一隻死的罵 真的還假的 怎麼還不死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因為他們就是希望 能夠得到妳的關注 她是不是以為她在跟你談戀愛 對 然後她就叫妳去死 而且每天我看 我死還... 因為妳有這樣子的對話留言 我好想去追蹤妳喔 美容姐 我的 剛聽他們的 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真的很在乎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需要 就是邏輯是會... 我們都是100的耶 對 你不是100喔 她是100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是100 就是很多事情 但我的心態 就是我其實沒有真的很在乎 就是酸民 我覺得我做自媒體以後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覺得我可能要身兼導演 跟製作人 我開始會用那個 頻道主的概念去想 就比如說 她覺得我很老 或是覺得我很醜的時候 我通常會覺得 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做更好 就好像我是第三者了 對 就以前我會用我自己的感覺 我也會覺得很傷心 但我現在可能就會覺得 經營者 對 經營者 就好像是公司的製作人 在看這個留言 就覺得 我是不是可以更好 比如說滿常有人會講 我聲音很大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老闆嘛 我做頻道 我的影片 我就會跟攝影師說 有人說聲音很大 把他跳小一點 其實我反而是可以直接改掉 雖然他講話的 語氣根本不是為我好 他就是要酸我的 他就說 他聲音好尖喔 每次都搶話他很吵 那我還是會覺得 這也是一個意見 那我就把聲音調得更 Smooth一點 我會換一個角度講 那唯一我可能會回的就是 我覺得離婚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婚姻結束 對所有人來講 他都是人生一個痛 對 他不會 就你分手啊 或是離婚啊 或是家裡發生一些巨變 他就是一個很傷痛的事 我們拿出來講 有可能是我們的身分 有時候我們 我們就是希望鼓勵別人啊 或是別人來請教我們的 或是配合主題 可是我覺得 最好不要拿這種來開玩笑 或是拿這種來酸我們 然後我碰過的就是會說 你這個言行 難怪你會離婚啊 前夫跟你離婚真是好啊 這種話 這好傷人喔 這好傷人 因為其實我都是會回說 我說你知道內政部有統計 我們一年台灣平均離婚 是四萬多對 我說你覺得我這樣才會離婚 那這八萬人都有問題嗎 這個留言的人 他應該生活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覺得才會這樣 你會花這麼多心思 然後跟他講這麼多 沒有 因為我覺得跟溪美姐一樣 是我擔心我的家人會看到 其實以我的個性 我不會活 沒有在乎 對 所以我們才選在同鄉啊 對 有可能是不是 依甄 好 來 你應該也不在乎吧 我其實真的還好 因為你看你們連律師耶 我是可以 我提告不用錢的耶 我寫一個訴狀 我告你不用錢 對 你還不用委任耶 但是都會有這些黑本酸民 來寫我的壞話 或是刻意要酸我 甚至是抹黑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 而且因為現在的法律 我說坦白啦 言論自由是一回事 可是其實言論自由 真的有界限的 那就像剛才大家有討論到的 涉及霸凌的話 那會有什麼樣的法律責任 會有民事跟刑事的責任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網路霸凌涉及的法律爭議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比方說像那種 謾罵造謠跟改圖 謾罵比方是說 就是講一些三字經 或是說一些 比方說說你是什麼 八婆 見女人 這種抽象的謾罵的時候 那你就會涉及到這個刑法 309條的公然侮辱罪 那如果你是講一個 不是事實的事情 比方說像我之前我是律師喔 竟然就有網友在亂講 然後記者就把它做成一個新聞說 我有前科 那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很容易去查證的 記者也沒有來跟我查證 而且我根本沒有前科這件事 因為他是在講一個具體的事件 那當他這樣子寫了以後 這個去 杜撰 然後去虛偽一個事實 然後來去做一個陳述的話 這就會涉及到所謂的 因為你在講一個律師他有前科 那是會 社會的評價 那所以那時候記者發了這個新聞 我也立刻跟媒體去做聯繫 媒體說他們主管一看到 就立刻下架 所以我一直在用我的經驗 來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網路上因為太便利 去做這些留言跟攻擊的動作 那大家如果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他就會覺得好像有效耶 我看你們講你們 你們都這樣跳成這個樣子 他就會一直講一直講 你不如用一些比較 可能開心的方式 比方說 像秀惠姐剛才那個例子就是說 好人不償命 禍害一千年 那人家如果說 所以我們是禍害囉 像我的話我的方式就會說 不會耶 我覺得你比較像好人耶 因為不償命 碰到這裡而已 那你可不可以 那我也 變動性做的邏輯好 對啊 對啊 那我也是在誇你啊 你比較像好人耶 真的 長命百歲喔 不要學起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不用太往心裡去 但是如果真的太超過的話 那就會有涉及這個形式的責任 除了形式責任以外 你如果造成人家有 像剛剛甜甜講的 會有憂鬱症 如果證明出來有這個英國關係 那其實還是會有這個 精神損害賠償十分 民法會有一個侵權行為 可以向你請求賠償 有時候喔 你講一件事情 或是你在謾罵人家 刑事它可能沒有成為刑責 就是它可能不成罪 可是民事還是會判賠的 因為民事跟刑事的那個審查標準 是不一樣的 所以假帳號 假粉專沒關係 我話隨便講我隨便搶 其實這會涉及到 刑法的恐嚇違安罪 跟你們說喔 恐嚇罪 其實是查得到你的ID 真的喔 就算是假帳號也可以嗎 可以 查得到 有時候喔 你講一件事情 或是你在謾罵人家 刑事它可能沒有成為刑責 就是它可能不成罪 可是民事還是會判賠的 因為民事跟刑事的那個審查標準 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 另外如果是剛才像靖倫講的 去死 全家出病 像我也被人家傳私訊說 你全家出病 你要助你小孩 這種會涉及 這種好 好毒喔 我跟你們說 大家現在都覺得說 假帳號 假粉專沒關係 我話隨便講 我隨便搶 其實這會涉及到 跟你們說 恐嚇罪 其實是查得到你的IP 真的喔 臉書會提供 就算是假帳號也可以嗎 可以 查得到 一定可以 毀棒不會查 但是恐嚇 因為恐嚇會有生命 對 如果是重大刑案 然後販毒 殺人 或是像這種恐嚇的 就會被查 所以靖倫他其實是可以去報案的 因為他叫你去 真的耶 你會感到害怕 我的問題 如果對發是未成年 未成年他的刑責比較輕而已 可是還是有他的刑責 還是有罪啊 對啊 因為不可以這樣子 或是說你明天出門要小心喔 對 或是說甚至你放 發一張手槍的圖片 子彈的圖片 很多人會這樣 炸彈的圖片 再來就是說如果去肉搜人家 比方像我們公眾人物還好 可是比方說是一般 平民 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挖出來 把他的工作啊 地址啊 或是說他的一些個資 全部挖出來 這會涉及到 所以也是有刑責的 那一樣民視我們都可以向你求他 所以大家真的不可以這樣子 律師我想問 因為就像 其實我之前去警察局很多次 也都是因為 酸民有的罵得太誇張了 就是就像有一些 他會已經寫了說 例如說見女人或什麼什麼 是成立的 他不能 他罵這些就是成立的 然後判賠多少錢幹嘛 然後去警察局備案 然後把他印下來 然後給他 那很多就是假帳號 他找不到 可是相對的 你說在最後面的那一點 他又找得 又能找到 那為什麼 就是 罵罵的沒有辦法找到 點婷 我跟你說 因為像如果我們是公眾人物 我們會被批評 就是那個言論自由 我們就會被放寬一點 我們要容忍的程度就要寬一點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我們做的事是 所以比方說 像有人也會罵我這個律師三八 或是八婆 那我能去告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那我們就是 可能人家對方只是用字 比較尖酸 柯薄 他可能比較粗比低俗 那因為我們公眾人物有關係 我們就要放寬一點那個 法律上的程度 所以就成立的機會就很 那如果是上班族 學校的人被罵臭三八 就可以馬上提告了嗎 對 如果是說 可是你也要看當下的語境 他是不是真的在貶損你的人格 如果只是一般的狀況 然後是在公然的地方 去對你做這樣子 意圖要貶損你人格 社會評價的這個動作 當然就要提到 那語境是誰來定義 法官 每個案子各案去判定 就是要去看你上下文 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有的法官不認為 就不成立 我講一個最直白的例子 比方說 可以可以笑一馬 這個是 這個句子 有時候在法律上 其實他是會被判無罪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阿公阿嬤 都 哎呀 這個你怎麼很可愛 他只是個語助詞 有沒有我意思 對 可是如果他其實是就是 然後怎麼樣 開始一直亂罵你 什麼都一直在惡意的 在抹黑 在扁損你的評價 那就有可能會沉醉 可是如果被當 你很漂亮 那也是一個語助詞 XX你去死 那不是一樣的 哇塞 懂了 懂了 有吻聲 好 這樣 好 明白 好 來 我有一個故事可以分享 因為我以前就是有被一個 小學生 他看起來很像小學生 他罵的方式是那種 就很像 罵你 罵我罵我 因為我之前在一個遊戲節目 然後他們會因為那個遊戲 可能玩得他們覺得不好 他們就會開始狂罵你 然後我就想說 我決定要給嚇嚇他們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言論太自由 他們不知道這樣會造成 你怎麼下 我就跟他說 我已經請公司去找 就是已經找到律師了 然後他們要對你提稿 然後就說 然後因為我們也請網路警察 查到你的IP位置 然後發現你之前有這樣 罵過其他人 因為我覺得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嘛 然後說請你就是 跟你父母說 然後跟我道歉這樣子 然後他隔天早上七點 可能要去上學吧 看到 他就起來 然後瘋狂跟我道歉 然後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還想說 我還寫說 我本人是可以原諒你 但我們公司這邊還是決定 還是覺得你要負責 因為你講的話 就要為自己負責 確實 除非你答應我說 你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說 對不起啊 其實我也是因為我什麼 可能壓力很大 然後我才這樣子 我以前確實這樣罵過別人 那以後我不會再講 我就覺得 這樣好像也有教育到一個人 有啦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他們就是看我們 太好欺負了 所以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還是會反擊 我覺得我還是再補充一下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剛才律師說 哎唷 網路上好像公然無路 查不到IP 抓不到我 可是如果當你這個帳號 其實你真的平常有在使用 我們做一些連結 比方說你在哪裡打卡 或是做一些連結 我們去查 知道你這個人別 其實我們還是抓得到你 還是可以告 就算可能告不成 我讓你跑法院跑個一年 去給警察做筆錄 去給檢察官問話 反正如果你要這樣子 對我們工作人物的話 那我們這樣子讓你去 走一下法院 去過個香爐的概念 看你能不能 就是改邪歸正 嘴巴不要再那麼壞 嗯